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我们继续来了解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这一集介绍第三十七愿到第四十愿 三十七 受我德佛 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名 吻我名字 五体投地 其手作礼 欢喜幸乐 修菩萨恨 诸天世人莫不致敬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第三十七愿为 仁天至尽愿 阿弥陀佛说 如果我成佛 十方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名 听闻到我的名字 五体投地 虔诚作礼 欢喜幸乐 修菩萨恨 对这样的念佛人 所有诸天及世界人民 莫不至于恭敬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成佛 此一愿有两个重点 第一 诸天人名 听闻无量受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名号 便能礼尽信乐 修菩萨恨 第二 诸天世人 听闻无量受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名号 无不至尽 自古以来在中国民间 无论信不信佛教 凡是听闻或是眼见阿弥陀佛名号者 莫不其境 尤其信乐佛教的人 都会五体投地 鼎礼阿弥陀佛 所谓五体投地 就是头面 我们的额头 两肘 两膝 全身着地的 最近大礼 三十八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欲得衣服 随念极致 如佛所在 应法妙福自然在身 有求裁缝 导染挽着者 不取正觉 第三十八愿为 衣服随念愿 阿弥陀佛说 如果我成佛 国中天人 想要衣服 随念就能到来 如同佛在世的时候 对那些善根深厚 求出家的弟子 说一句 善来比丘 袈裟便自然在身 如果还要 人工裁剪 缝纫 锤打 染色 洗浊的话 我就不成佛 欲界天人 都有 思衣得衣 思识得识的福报 更何况是 极乐世界的众生 极乐世界众生的衣服 不但天衣无缝 也不用染 更不必洗 不必熨烫 随心所欲 随念变化 细致 柔软 美妙 不但非人间可比 也非欲界天人 也非欲界天人所着者 可比 39 受我得佛 国中天人所受快乐 不如漏尽 比丘者 不取正觉 阿弥险 第三十九院为 受乐无染院 或乐如漏尽院 阿弥陀佛说 如果我成佛 国中天人所享受的快乐 不如烦恼断尽的阿罗汉 所享受的快乐的话 我就不成佛 所谓漏尽 就是烦恼断尽 功德法财不再漏尸 包括有漏 有违 有染诸法 全部灭除 这在小圣是阿罗汉位 大圣则是八地菩萨 这一愿是说 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所受离苦解脱之乐 犹如漏尽阿罗汉 阿罗汉已经断尽诸烦恼 必献比丘相 所以称为漏尽比丘 但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天众生 未必一定要献出家比丘相 四十 摄我德佛 国中菩萨随意遇见 十方无量严禁佛徒 应时如愿 与宝树中皆细召见 犹如明镜赌其面相 若不而者不取正觉 第四十愿为 召见诸徒愿 阿弥陀佛说 如果我成佛 国中菩萨随其心念 想见十方无量 庄与庄严清净的佛徒 当即就能随其所愿 在七宝树中间全部照见 就像手持明镜观看自己的面容一样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成佛 这一愿与第三十一愿 类似 第三十一愿 国土清净愿的愿文是这样的 摄我德佛 国土清净 皆惜照见十方一切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犹如明镜赌其面相 若不而者不取正觉 而第四十愿 则是从极乐世界的宝树当中照见 意思就是说 极乐世界每一颗宝树之中 都能照见十方无量严禁佛徒 其实西方极乐世界的众多宝物 虽然以地球世界人类所知者来命名 看来似乎与我们人间的宝库所藏相同 但实际上则是仅用我们人间所熟悉的物名 并不是等同于人间所见的物品 主要是在象征的意义 而不在物品的相同或者是差异 这一集就为各位介绍 第三十七愿到第四十愿 受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诸天人名 闻我名字 五体投地 其手作礼 欢喜幸乐 修菩萨恨 诸天世人抹不致敬 若不而者不取正觉 受我得佛 国中天人欲得衣服 随念极致 如佛所在应法妙福自然在身 有求裁缝导染挽着 不取正觉 受我得佛 国中天人所受快乐 不如漏尽比丘者 不取正觉 受我得佛 国中菩萨随意欲见十方无量严禁佛土 应食如愿 于宝树中皆惜照见 犹如明镜 赌其念相 若不而者不取正觉 那么阿明 佛 否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